狼牙榜里面朝堂辩论表面开始豫王和太子之争 但其实也是梅长苏布局金陵城格局的关键一步 此举成败是豫王信任梅长苏与否的关键 为此梅长苏不惜请周玄卿出山 那么梅长苏为何让穆青带着信物去请人呢 为何他不亲自去请呢 穆青跟周玄卿又不认识 为何安排穆青去而不是旁人呢 这背后到底藏着梅长苏怎样的心思呢 这朝堂辩论是怎么来的 表面是豫王为了阻止越是复位的 好不容易越贵妃成了贫位 这样太子的气焰就会被消掉很多 豫王自然不甘心也为梁帝偏宠 让越是轻易复位 所以豫王接受了梅长苏朝堂辩论的建议 请一些当今大儒论一论敌数尊卑 论一论年终纪里到底应该是什么规制的 豫王还以为梅长苏在全力帮他 岂不知豫王此举是在打脸梁帝 会让梁帝心生不悦的 不过急功近利的豫王似乎管不了这些了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 梅长苏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越是复位 越是从贵妃之位降到贫位 那是因为他用情丝绕差点设计了霓皇郡主 霓皇郡主被靖王所救 而霓皇是梅长苏放在心肩上的人 越是这样的行为 怎么可能不激怒梅长苏呢 若是让他如此轻易复位 那慕王府的脸面和存 梅长苏就算是为了霓皇 也不会轻易让越是复位的 但是他却不能将自己凸显出来 所以由穆青带他去请周玄青是最合适的 周玄青是林书的老师的顾骄 曾经十分欣赏林书给过他一个信物 梅长苏让穆青带着这个信物去请人 确保万无一失 而穆青出马 在外人眼中 尤其是在越是眼中 就是要告诉他们 慕王府不是好欺负的 也是会反击的 梅长苏是不能直接出面的 因为他是谋士 只能躲在人后为他人出谋险策 而且他是林书 是背负着使命而来 这种事情自然不能出面 而周玄青老人居住的地方 是山中寺庙 然而朝堂辩论的时候 又是隆冬的年下十节 梅长苏的身体条件不允许 雷若多病的身体不宜长途奔波 而山中寒气大 梅长苏更是不能前往 在大叶未成之前 梅长苏必须要自己保重 只有如此 他才能图谋以后 周玄青老人是当今大儒 他是学界的态度 无人不尊崇 只有周玄青出山 才能确保豫王这边取胜 也才能阻止越是抚慰 穆青是霓皇的弟弟 身份地位尊贵 让他带着信物去 既代表了穆王府的态度 又体现了对周玄青老人的尊重 不得不说梅长苏的确心思细腻 而玉王大获全胜 看到苏先生竟然能帮他请动周老先生出山 对江左梅郎的实力更是信赖 玉王对梅长苏越是依赖 其实越有利于梅长苏开展下一步计划 同时又给了玉王一个错觉 似乎穆王府给他递了橄榄枝过来 这似乎正中玉王的下怀 人在质得意满 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就容易错漏百出 而这就是梅长苏出手的绝佳时机 所以你看梅长苏一个简单的举动 就能达到一弹多鸟的效果 麒麟才子不会是麒麟才子 鼓掌之间就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目的 接下来说 狼牙榜蒙志是何许人也 为何能让梅长苏和梁帝同时信任 纵观《狼牙榜》里面梅长苏复仇翻案的关键人物 蒙志绝对算得上是关键性第一人物 因为蒙志的位置很重要 梅长苏有了蒙志的帮助才能事半功倍 那么大家没有想过吗 蒙志何得何能 为何能同时得到梁帝和梅长苏的信任呢 有人说蒙志是梅长苏来到金陵城后 第一个认出梅长苏的人 其实不是的 后来剧中交代过 梅长苏早在五六年前就跟蒙志同心了 林叔变成梅长苏以后 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见过面 但梅长苏初见蒙志 一定是给过他什么暗示了 这才让蒙志火速认出了梅长苏 而作为大内进军大统领的蒙志 他是大梁的高手 在狼牙榜上排行第十 要知道蒙志统领的五万进军直属梁帝 直接对梁帝负责 所以这么看来 蒙志也是非常受梁帝信任的 可梁帝分明就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 能为他信任的人不多 蒙志何德何能呢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蒙志的身份吧 小说里对蒙志的身份有详细的交代 说他曾为赤燕君旧将 还是赤燕君少帅林书的骑射启蒙师父 所以蒙志跟林书当年是有师徒之情的 梅陵惨案发生以后 金陵城剩下的赤燕救人不多了 哪怕就是剩下的这些人 为了自保 也得装聋作哑 在梁帝面前表现得俯首贴耳 功顺无比才可以 而蒙志这个人的性格 刚烈勇猛 忠肝义胆 重情重义 光明磊落 政治无私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钢铁直男 从不会多言多语 只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分内事罢了 蒙志能做到进军大统领 实际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他用了很多年 才让梁帝相信了他的忠永不二 或许在梁帝的眼里 蒙志就是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武将 这样的人武功虽高 却不足为惧 梁帝自信能够拿捏蒙志吧 而对于梅长苏来说呢 他想要是城 就必须找一个可靠的梁帝的身边人才行 否则就算金陵城便不将左蒙的细作 得到的也不过是外卫的情报 到不了皇城内部 梅陵惨案发生以后 金陵城内的赤燕军救人几乎被清洗一空 这导致梅长苏能用的人几乎没有 萧景眼和静妃倒是可信之人 可那时候萧景眼两地冷落 不过是个被边缘化的郡王而已 静妃不过是在宫中不起眼的一个小嫔妃 她能在宫中自保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他们都不是梅长苏的最佳人选 选来选去只能选蒙志了 这是梅长苏基于对启蒙老师人品的信任 实际上梅长苏跟蒙志正式见面以后 他也多番试探过蒙志 他说只要蒙志装作不认识他 就算帮了他大忙了 他说不想自己的事情连累蒙志 其实意思很明显 就是分析利弊 让蒙志权衡一下 是成了蒙志得到的好处 不会比现在拥有的更多 若是失败了 蒙志将会一无所有 赔上自己的性命 还得赔上家族的声望 梅长苏全都给他分析过了 而蒙志的回答却非常坚定 他宁愿舍弃一切都要帮助梅长苏 这才有了后来梅长苏对蒙志毫无保留的信任 不是吗 事实上 蒙志对梅长苏的大业帮助很大 若没有蒙志 梅长苏还不知道要在外围忙到何时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